福音官是農業大館這幾年廣課團隊感到領先農業網 各個農業能夠寄修課程下去 人材也不用到相當重要落 福音官政府就基盤第一次的地匯農業大學 基盤透過都官的庫典和農民來了解農業重新的重要性 也進一步提升農民的專業領略 葛伯議事開始代表福音官地匯農業大學正式啟動了 原本的農民大學現在又在成績 要讓農民又在提升專業領略 那麼現在的智慧農業大學 它就是在做更上一層樓的那種選擇 而且未來的科技農業、智慧農業是全世界的趨勢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歡迎官地匯農業大學和正前的農民大學的差別 就是怕一鄉頂 不用再去貨幣科技大學上課 減輕農民的交通問題 那我們學校設計是跟以往我們的農民大學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那個以前都集中在胡偉科技大學上課 所以農民都要跑過來 那現在我們比如說蔬菜機我們先設在 今年先設在二輪 所以變成我們開課在二輪 就是針對這幾個地方去設計設計地方設計地方在那邊開課 讓老師可以移動讓學生就在那邊 學研就在那邊直接救濟來做學習 因為現代科技的進步加上國際上的競爭 可能要使用機械設計來協助農民 這個科技都可以來支援這方面的需求 那尤其就是我們在智慧科技的部分 更著重 那我想這個就透過我們非常專業的 我們胡偉科技大學 在專業領域裡面來協助農民 我們一直希望就是我們雲林縣的農業是六級產業化 從一級的生產二級的加工三級的行銷 能夠做好一個農業的永續經營 也能夠讓農民能夠得到更好的收入 希望未來地匯農業大學收團修的庫庭 可以帶給農民將自己的專業點力具材進步 將訓練的農業可以重大發展 記者立即參與部隊